你是否常常找不到影片而烦恼,身边的人一直观看着新奇有趣的影片,而你总是找不到影片的管道,别人看得笑哈哈,你却找不到而怒火中烧,别着急,这里手把手教你如何观看各种各类的影片。 首先在你手机里寻找YouTube的APP,红色的logo配上摆底的那个,对了,就是这个啦,我们就把它click下去,你就到达了它的首页了,进入首页后,寻找一个类似放大镜的咚咚,这个是寻找器,把它按下去后,在那个空白处对对对,就是这个空白处,填下我, 我们想的标题,寻找器就会带我们去快乐的世界了,再寻找看看哪个标题,或者是影片封面吸引我们后呵呵,好像皇上选妃这样,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影片旅游了,打个岔,大家看到下面有个红色的标题布,是不是很阻碍我们的目光,赶快把它拍掉弄成灰色, 就不阻碍了啊,快啊快啊,抱怨说影片看到一半中断而找不回,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你的烦恼哟,第一,你可以选择把影片下载下来,看到那download的按键布,把它按下去, 按键,按键会出现蓝色的调横围绕着就代表你成功把它下载了,切记此下载只限于使用WiFi而已哟,第二,你可以把它保存下来,此按键就是在download旁边的save哟,把它按下去, 你就可以在下次看到的时候继继续观赏了,保存和下载了的影片,如何找到之前的记录呢,别急别急,都告诉你手把手教你了,当然也会毫无保留的告诉你啊, 大家来看右下载的library按键,给它一直按下去,看到download下载项目了没,把它按下去,就会找到我们之前下载的影片了啦,保存下来的哪里找,看到watch later的选项簿,给它一直按下去,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保存的影片了呀, 觉得这个影片好看实用,想推荐给亲戚朋友同事们,来来来,看到这个分享share选项,把它按下去就可以选择,你要在哪一个平台分享发送了, 等一下,各位大大们,既然我帮你们解决了问题,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个小忙呢? 帮我订阅这个无聊的频道,并打开小铃铛,这个的话你们就可以在我的最新无聊的影片上传时,得到最早的通知哟, 还有还有,告诉你们一个提示,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话,那就代表你成功了,恭喜恭喜! 谢谢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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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!